好烦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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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烦什么呀 是不是莫菲又闯祸了 莫菲怎么可能闯祸呢 我大人有大量 不跟他计较 跟谁计较 动物就是单纯啊 谁对他好 他一门亲 而且不会有心眼 人怎么就那么复杂呢 你可能遇到什么心烦的事 是 您是苏经理 还老在高层面前夸您呢 我闺蜜失恋了 我就闹不明白了 现在素数爱情 怎么那么有市场 研究人说 人的一生能遇到 两千九百二十万人 相爱的几率只有 零点零零零四九 你说为什么还不珍惜呀 珍惜是一回事 爱情是另外一回事 不是珍惜就能解决所有问题的 你们都这样 理智现实冷冰冰的 还是莫菲好 莫菲 来 挂个手 多多 苏经理说你表现非常好 有个叫浩然的供应商 业绩增长得很快对吗 对啊 浩然那边跟我对接的 是王守仙 他就是我以前的店长 我们很熟也信得过 他一直喜欢我那闺蜜 可我那闺蜜就想嫁个高富帅 是 现在一个好的供应商很难找 怎么样 在你和你们郑店长帮助下 他又没有成为高富帅啊 开什么玩笑 什么郑店长啊 什么郑店长啊 啊 莫菲 我 我跟他不是一国的呀 他跟王守仙合作得很好 他跟王守仙合作得很好 浩然的商品销售量 最高的单店就是他的 怎么又开始聊工作了呀 老大 你又犯错误了啊 莫菲 来 好 跟莫菲在一块的时候 好 我们不了工作 莫菲 莫菲 真没想到 朵朵是这样的人 知道就好 我拷抗了他电脑里的资料 但是没有找到证据 哪台电脑 家里的 资料都在这游盘上 他平时大大咧咧的 这段时间也经常在家里办公 我想在家里的警惕性更低一些 你小看朵朵了吧 最好的姐妹 想想都心寒 朵朵这边 你倒是可以在公司的电脑上 再想想办法 浩然的事情 为什么您这么感兴趣 你是聪明人 应该想得到 我帮您斗垮苏珊娜 如果您做了采购总监 要升我为主管 进步蛮快嘛 成交 如果我失败了 会有什么后果吗 最多会让苏珊娜对你起疑心 她会想办法把你开除掉 不过我会在她动手之前 把你调到我的部门 我能相信你吗 我们俩现在就好比 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你还有什么可以顾虑的 好 我豁出去了 不过前提你要明白 这件事情 我绝对不能牵扯进去 否则 我也帮不了你 您放心 我明白 瑟瑟 早啊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接我女朋友 你上班去吧 难怪最近都没给我打电话 几天不见 你就叫女朋友了 恭喜你啊 那我应该恭喜你 因为我要接的人就是你 你这人毛病怎么不改呢 口头上占了便宜就舒服了 开心了 谁占便宜了 我知道 你还是希望做我女朋友的 这车新买的 啊 嗨 二手的 那浩然对你不错啊 那是 你不看我为公司创造多少业绩 这车档次确实低了呢 等我以后有了钱 绝对买一个 咱们第一次见面那款车 吹吧你就 对了 我听朵朵说 浩然的业绩不错 老实说 有没有给张沫和朵朵烦点啊 我倒是想给呢 可以得给他出去啊 欠俩俩 别提了 你们的东西那么便宜 是从哪儿进的货呀 这是老板的事 我就管PMS 你们老板是谁啊 说了你也不认识 你不说我怎么可能认识啊 不是 你多关心关心我 你老关心他干嘛呀 别转移话题 你不可能不知道你们老板是谁吧 我实话告诉你 这是我们公司最高级名 说实话 这车我还真是为了你买 以后平常上下班 我就接你送你 到了周末你一电话 随叫随到 我不需要司机 我有驾照 我只需要车 不是 这车太差了 也不适合女儿开啊 你放心 等我有成了富一代 等你 你们男人都会说好听的话 以前我就想依附着一个男人 但是现在我才发现 那样的结果 我永远都只是男人的 服用品 就好像你说的 这车是为我买的 但是它并不属于我 因为它的方向盘 在你手里被你操控着 我的人生可不能这样 可以停车了 王首先 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 也不要跟我玩暧昧 暧昧的前提是 互相都要有好感 下朵朵 我在你楼下 你下来 我忙得很没时间 你忙什么呢 亲爱的 供应商那边资料归档了 明天是最后一天了 昊然有部分在你那边 你整理好给我啊 你先把你住的那堆收拾了吧 我这块肯定不会误事的 我这块肯定不会误事的 这样吧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你要不下来我就走了 以后思思和赫曼的事 你就别问我 喂 学库啊 肆意为师 狂妄自大 我凭什么要下去啊 干什么呢 莫莫七七 本店长再多给你五分钟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五分钟早过了 你怎么还在啊 知道某些人比正常人要笨一样 五分钟能干完的事 非要花十分钟 你今天还提前两分钟了 有进步啊 说吧 思思跟赫曼到底怎么回事 我还没吃饭呢 你请我吃好吃的吧 我走 耿总 你不是规定上班时间不许私会吗 满约我 哪敢呢 我拍区长的马屁 还来不及呢 上次爽约我真的要急事 找我就为这事啊 看来这个月底就要离职了 怎么提前了三个月 我也是刚接的同志 你跟我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 你是个聪明人 我听说 采购部最近有一个叫浩然的公司 业绩窜得很快 你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 你想说什么 你早就知道苏珊娜在扶持好人对不对 每个采购局里都有自己信任的供应商 扶持供应商达到双赢 有什么不对吗 你自己不是也有关系好的供应商吗 那如果他们是以损害PMS的利益为代价呢 你有证据吗 我要有证据 就不跟你在这儿斗圈子了 若水 我知道你要什么 但是你不觉得累吗 不累 你看 你天天都在下班 你假期不休息 什么时候 能混到你这个位置 就不那么辛苦了 每天签签文件就可以了 我想看你了 我以为你的目标 只是在口总监 你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 是你 若水 您假 我们去东南亚吧 找个没人的小岛 救我们俩 这么着急啊 那也要等到 艾娜的事定下来再说吧 我知道 我就是不想你太辛苦了 我习惯了 我享受忙碌 所以呢 你得帮帮我 听到没有了 工作上的事情 我会按照工作上的原则来处理它 那要是我说的 不是工作上的事呢 说你们不是东西 还真不是什么好东西 别扯上我 这事吧 的确是赫曼做的有问题 那我也不能逼着赫曼跟思思和好吧 谁要她回头了 思索多亲 我得谢谢她 让思思认清了她的真实面 恶心 朵朵 你还记得你妈长什么样吗 你这干嘛呀 我们是好朋友吗 作为你最好的蓝颜知己 我特好奇 是什么样的妈妈 能生出你这么奇怪的女儿 我说正副店长 你好奇心里太重了吧 你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啊 哎 你想她吗 不想 等会儿了还有事呢 浩然那事 浩然什么事 民间共产信息那边惠总 咱们俩的针对这个 浩然在古籍店的销售 做一个沟通 回办公室聊吧 我办公室人多 我觉得这事咱俩在这聊挺好的 为什么呀 我 累了吧 要不 一下去买两杯咖啡上来 这一大半夜的 算了吧 我想喝 我渴了 那你自己去买啊 你知道我怕黑吗 你去吧 我请客 那我们一起去吧 都做了十几个小时了 活动 活动 我 我这还有好多东西没整理呢 你去一下吗 好吧 大小姐 不会吧 您连伯母的特征您都不记得了 有些地方 他呀是不好说的 这个事关重大 您不是惦记着是拆迁款的吗 哎你这个孩子 反正就是苏大云 你自己去找好了 伯父您别急 您 您听我说啊 要是我找着了 朵朵会开心吗 他呀 心里开心 嘴巴上不会承认的 还是拆迁款实在 你抓紧点 伯父 朵朵是您亲生的吗 喂 喂 朵朵 我老毛病又犯了 你可不可以去过买点药啊 就是你上次给我买的那个药 我马上回去 送你去医院 不用不用 不用去医院的 吃点药就好了 就是辛苦你一趟 好 有什么问题 马上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好 谢谢秦 没事吧 丝丝 这么快就回来了 我哪放心得下来啊 先把咖啡给你 不舒服啊 就冰硬扛着了 要不我们回家得了 不用这么拼命的 不 以后我得靠自己 我不会输给你的 真是拿你没办法 那我现在去给你买药 车比较难打 我会尽快的啊 现在知道多多不简单了吧 没想到 一点证据都找不到 文件都是要通过法务那边审核的 想要在这上面找到问题 确实也不容易 那我昨天冒险拍的那些资料 都没用了吗 当然有用了 你看看 有什么问题吗 注意时间 隔着一天啊 怎么了 有什么问题吗 注意时间 隔着一天啊 怎么了 你是说白康的报价单先泄露给浩然 然后浩然第二天报价 不然你说呢 难道是躲躲 这也不太可能 接触得到报价单的人 不止躲躲一个人 对了 对了 王首先那边怎么说 一提到浩然的老板是谁 王首先就特别警惕 这就对了 浩然这个神秘的老板 跟苏珊娜肯定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单评躲躲 浩然没可能这么顺利的 那我们该怎么办 这里有每个月的销售记录 可以供你参考 有什么不懂的呢 可以随时问我 要不要我帮你啊 不用 你的工作都是别人帮你做的 怎么可能呢 店长的工作 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 那好 郑店长 我想请问 上个月食品类卖的最好的是什么 卖的最差和卖的最好的产品 利润相差多少 你觉得哪一类可以淘汰店 骨气店最好的巧克力是什么 这 这我知道 就着吃 怎么说话呢 咱们这个月的销售额 同比上升了百分之十六点八呢 利润率已经超过其他店了 你得以发展的眼光看待我好不好 你啊 这些大的数据谁都知道 你看看 骨气店现在还在亏损 单品的情况你得琢磨得细一点 这是在开拓新的商业模式 你不能老拿那些低端店的经营方式 跟我比的 行行行 郑店长 您是蝙蝠侠 您是超级男 行了吧 你真会死人 你就不能给我打信息了 你已经飘在天上了 再给你啊 就报了 这浩然的数据还真不错 那是 咱们这回可帮福祉的王大老了 哎 你看 你就皮带他贿赂吧 管理规定第六章第七条 第二的三小条 工作人员不得接受供应商的礼物 你以为福祉的王真大方 那是别人送给他的不要 才送给我呢 进来 苏经理 您忙了一上午 给您送杯咖啡 谢谢 朵朵呢 她去古奇店了 我看平时她这个时间都会给您送咖啡 今天我替她给您送过来 多谢 我不想喝 你拿出去吧 苏珊娜有一台随身携带的笔记本 我们要的很可能就在那台电脑上 还有事吗 有件事 我不知道该不该跟您说 说 有人说 姜经理跟浩仁的王守仙在暗中勾结 谢楼上也请你 站到那边去 直接讲 不用鬼鬼祟祟 是这样的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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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经理 苏经理 万米谣传说 我跟你这边的供应商浩然勾结在一起 我想有很多事情 我们应该单面说清楚 方便出来吗 好 你把地址发给我 我一会就到 嗯 嗯 采购部的位置比较敏感 不能说风就是雨 有些事情要听到跟没听到一样 明白吗 嗯 明白 我有事要出去 我去 对不起 我看您的包要掉了 你能不能小心一点呢 要不我带您去洗手间洗洗吧 不用了 快点 桌上那些笔记本电脑 只有五分钟了 快点 五分钟 快点 对 哎 总是先必须恢复原药 实在不好意思 苏经理 其实 我一直想跟您沟通一下我的想法 跟我在办公室吧 苏经理 为什么您一直都不喜欢我 喜欢朵朵 她到底比我强在哪里 我承认 我刚进公司的时候 心思没有全部在工作上 业绩也一般 可是朵朵的业绩 也没有比我好到哪儿去 为什么你不能一碗水端平呢 我很可笑吗 苏经理 这还是第一次有下手 跟我谈公平的问题 丝丝 我很欣赏你的直接 对于上司而言 最重要的是下手的忠诚和业绩 只要你好好做 我不会跟部门的业绩过不去的 明白吗 我会努力的 苏经理 我还有事要做 下阶段的工作呢 你自己好好调整一下 明白 苏经理 苏经理 浩然的王守仙一直在追我 外面有人说 江经理和王守仙勾结的事情 您需要我去了解些什么吗 浩然现在是躲躲在拳拳负责 你还是把精力放在自己的供应商身上 嗯 苏经理 我不懂事 还请您多指教 没事 要好好做 谢谢苏经理 苏经理 关机这么久 还热呢 我还请你 苏经理 业绩太好也不容易 忙成这样 等你见个面 要等这么长时间 有时候迟到是被迫的 什么意思 说吧 浩然是怎么回事 浩然的扩张速度实在太快 业绩好到让别的供应商 都开始眼红了 浩然的王首先 之前在明星店的时候 跟我又有些合作 所以那些眼红的人 就开始造谣了 苏经理 你怎么看 浩然的业绩增长得快 绝对不是走走后门 拉了关系就可以做到的 他们的产品本身 就好 消费者喜欢 卖得好很正常 苏经理 你跟我在这个行业 都不是只待了一两年的新人 如果公司内部 没有人配合的话 浩然的业绩 想好到现在这个程度 绝对没有可能 所以呢 那 我今天找你两件事情 第一呢 向你澄清 我跟浩然的关系 第二嘛 我想提醒你 千万别变人利用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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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苏珊娜也太大意了 没有清空已删除的邮件 白康的报价单 还真是他报给浩然的 浩然的老板到底是谁啊 值得他这么做 苏珊娜垮台了 够资格接任采购总监的位置 只有你一个 这不是铁板钉钉的事情吗 这次也多亏你 要不是你聪明 我们怎么也抓不到这个内鬼 那您承诺我的 放心 少不了你的好处 今天我还有事 约了朋友 我先走了 拜拜 江若水 这次算你狠 想要赢我 没那么容易 苏珊娜这个贱女人 老子非整死她 浩然给了她什么好处 这么回我 帮你这么大的忙 怎么谢我 江总 只要您开口 我白康上刀山下油锅 我没有二话 行了吧 没那么严重 只要你听我安排 什么时候把资料递出去 都得听我的 没问题 好 请进 您找我 来这边 多多你也知道 你的工作我很满意 我很想培养你 嗯 我知道 谢谢苏经理 嗯 我这呢 有一个邮箱 是我多年以来 常用的 有很多供应商 都是用这个邮箱 跟我联系的 最近部门呢 实在是扩展太快了 我忙不过来 所以我就想让你来 帮我管理这个邮箱 一来是帮帮我 二来 你也需要去了解 供应商私底下谈判的一些内容 这对你很有好处 嗯 为什么不用公司的邮箱系统呢 说你简单还真是简单 公司是铁打的银盘流水兵 你呢 也不可能在一家公司待一辈子的 而客户呢 是可以合作一辈子的 你明白吗 好像明白了 这个邮箱里面的内容 有很多涉及到供应商的价格机密 所以除了你之外 谁都不能看 您放心 这个绝对保证的 今天能陪我 把这顿饭吃完了吗 别啊 万一有什么重要的事情 再找不着你怎么办 吃这个鱼 挺好吃的 来 比在外面吃好多了 等我把该忙的事情全忙完了 天天在家做饭给你吃 好像性价比不太高啊 我觉得挺好的 如果让我天天在家吃饭 我怕我会不习惯 爱那离职的事 公司都知道了 嗯 总部没什么消息 没有 你还是拿我当卖人 热水 在职场上 怕她越高越辛苦 你现在这样不是好好的吗 我不想你太累 能够竞争 采购总监的人 除了我就是苏珊娜 如果我手上有苏珊娜 不利于公司的证据呢 看 我就知道你不会帮我 所以我只能靠我自己 只希望到时候事情出来的时候 你能秉公处理 吃饭 不会吧 千真万确 怎么可能呢 还一个公司的 这也太电视剧了吧 沐儿 你还记得吗 你第一次给我看照片的时候 我就说了 这人我肯定见过 现在明白了吗 母女之间的一种神似 投不了的 我以前没告诉你 找的人是朵朵她妈的 是因为我怕多事 我跟你说 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这个问题 你想想 一朵朵那么倔的一性格 突然之间 啪 冒出姨妈来 她能接受 我也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 兄弟 你别跟我闹啊 我跟你说 这回我找的可是日本的私下侦探 很贵的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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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不说的话 我白忙活了 说是肯定说 我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吧 自己看着办吧 老大 你应该抽时间多陪陪末飞了 要不然她都快不认识你了 朵朵 爸 又怎么了 放心吧 她一定来 这没妈的孩子就是倔异的 你让着她点 伯父啊 其实朵朵挺好的 我们俩吧 其实就是 闹点小误会 不是 年轻人 闹点小屁就是正常的 我告诉你 我跟她妈 那时候我们就天天吵 伯父 您有没有想过 如果有一天朵朵她妈回来了 这是好事啊 这拆迁一个人多好几十万呢 那不要败不要 对了 上回我让你找 你找 对对这个 换个话题啊 你喜欢我们家朵朵吧 那还用说吗 是那种非常爱非常爱的那种 不是 伯父 您怎么了 您说 如果朵朵她妈回来了 您说朵朵会认她妈 不认 这是孩子 你妈能不认 不就拆迁款吗 我证给您 您找我来就这事啊 拆迁款我要 你相信我的我也要 伯父 我找朵朵还有点事 走咱们外头说 来 小时候我最喜欢黄菲了 以前我经常坐在这儿 等妈妈下班回家 在这儿妈妈就会抱起我 一直把我抱回家里 妈妈还会买各种各样好处的给我 那时候的糖 特别的甜 朵朵 要是你妈真的回来了呢 不可能 这么多年了 她都没有回来找过我 以前上学的时候我经常幻想 教室门口进来的会是妈妈 可总是老师 你干吗呀 你干吗呀 别想占我便宜呀 真拿你没辙啊 不过你能跟我说这些 我挺开心的 说真的 要是你妈从国外真回来了 而且 就在你身边 不可能 如果是真的呢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 刘总 那材料我都提交了 相信你们这么大一个公司 会给我一个合理的答复 白总放心 PMS出了这么大的丑闻 我们一定会严肃处理 还你一个公正的决议 那我等你们消息 到时候还得请您出来提供证明 还得麻烦您呢 好 随早随早 只要能给我一个公正 好 那刘总我先走 好 再见 好 再见 苏经理 我们有预约过吗 白总 您那么忙约您哪约得上啊 我这种小供应商 哪敢打扰您呢 那您有什么事 苏经理 我就是想告诉您一声 做人不能太过分 会有报应的 再见 帮我叫思思思进来 帮我叫思思进来 我叫思思思思进来 末年约的 我叫思思思进来 该说的我都说了 能做的我都做了 面前的一切都交给你来选择 你一样的我都记得 你给的我都留着 以后的这一切都属于时间了 我知道有些爱碰不得 却又舍不得 曾经拥有过也是好的 自我安慰着 我知道有些人爱不得 却又舍不得 刻苦你心过也值得 你该放手了 我知道有些情舍不得 可否你心过也值得了 你该放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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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该放手了